日本府警縣的高冰核能發電廠 在下午發生了火災 核電廠的員工 發現靠近1號機跟2號機的 海水電解式起火 一度濃煙密布 消防人員趕到之後 成功的撲滅火勢 並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也沒有引起輻射影響 關西電力公司表示 會持續調查起火的原因